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鵝大光 歡迎來到天鵝不只開箱 今天要介紹遊戲 就是 動物園大亨 他是一個二到五人玩的家庭遊戲 遊戲中呢玩家經營一個動物園 動物園裡面動物呢當然是 五花八門越多越好 你要管理你的動物 還有 設置攤販 如果你動物園動物太多 他 沒地方住就只能住倉庫 會導致你的動物園的 停價下降 所以呢管理數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誰經營的最好呢 誰就是動物園大亨 接下來呢 就開始我們的遊戲教學 正方形紙板 根據玩家人數不同 我們會使用不同數量的紙板 如果是三位玩家的話呢 我們會移除 兩種動物 的紙板 跟他的新生兒圓片 四位玩家的話 我們會移除一種動物 跟 他的新生兒圓片 那如果是五位玩家都玩的話 我們就會用所有的 正方形紙板 那決定好數量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紙板 先挑出15張 疊成一疊 然後把這個紅色圓片 壓在上面 先放到一旁 遊戲結束的時候會用到 那剩下的呢 看你是要 疊起來放旁邊 或是放在布袋裡面都行 我個人是習慣放在布袋裡面 等一下抽的時候會比較好抽 新生兒圓片呢我們就放在一旁 依照玩家人數 準備同數量的卡車 五個人玩就是五個 四個人玩就是四個 然後每個玩家呢 再拿取 一個動物園圓區 跟一個 擴建圓區 放在你面前 擴建圓區 靠在旁邊 背面朝上 錢幣呢 放在旁備用 並且每個玩家 零取兩塊錢 將就設置完成 我們就可以開始 準備進行遊戲囉 遊戲呢會進行好幾輪 每一輪呢會從騎士玩家開始 依照順時中的順序 每一位玩家進行那種回合 輪到你的時候呢 有三個動作 選擇其中一個做 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抽一個正方形紙板 並且放在卡車上面 第二個動作呢 拿走一輛卡車 並且結束你的回合 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執行一個 錢幣行動 首先我們先說第一個行動 我們會從 袋子裡面抽一個紙板 放到其中一輛卡車上面 放在那裡都可以 那你要放在 已經有正方形紙板的卡車上 也可以 在第二個動作 拿走一輛卡車 並結束你的回合 你只能拿上面有紙板的卡車 如果沒有紙板 你不可能拿走 拿完之後呢 你的回合就結束 接下來你就可以安排你 卡車上面的紙板 那之後呢 回合輪到你的時候 你就會被跳過 直到 每位玩家都拿走一輛卡車 這一輪就會結束 如果你拿到的是 動物紙板 你就會把他安排在 你其中 一個展示區裡面 那展示區呢 都有空格數量限制 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展示區 但是呢一個展示區 只能放同一種動物 那你要兩個展示區都放同一種動物 是可以的 那如果 你拿到動物 展示區都放不下 那我們就只能放在倉庫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 攤販紙板 你就會放在 其中一個攤販格上面 那如果攤販格都滿了 會把攤販放到倉庫裡面 再來呢是錢幣紙板 如果你拿到錢幣紙板 就把它跟你的錢幣放在一起 它就可以當一塊錢使用 第三個動作呢 是做一個錢幣行動 你可以選擇 花一塊錢 把一個動物從倉庫 移到 展示區中 或者是 花一塊錢 把 任意 兩個不同區域的動物 互相交換 譬如說 可以把這個豹 跟這個熊貓 互相交換 換到不同展示區裡面 攤販呢 是不能移動 再來呢你可以選擇 花兩塊錢 購買 對方倉庫裡面的一隻動物 一塊錢會給對方 另外一塊錢會放在銀行 然後呢 選擇他倉庫裡面的一隻動物 立刻放到你的展示區裡面 對方不能拒絕 那你只能購買動物 你不能購買攤販 或者是你也可以花 花兩塊錢 把你倉庫裡面的一隻動物 移除遊戲 你也可以花三塊錢 把一個園區擴建 把它翻開來 你就有新的展示區 跟新的攤販空位 如果 交換之後 其中一個展示區 放不下 那你就不能執行這個動作 當每個玩家都拿卡車之後呢 就會把卡車全部還回來 然後開始新的一輪 新的一輪呢 就從最後拿卡車的玩家先開始 遊戲中的動物 有分公跟母 如果在你的園區裡面 出現了一公一母 同種類動物 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刻 從新生兒的圓片裡面 拿一個對應的新生兒 立刻放在你的展示區 那如果你的展示區 沒有空格可以放了 他就會 被放到倉庫裡面 那只有一公一母 這樣一組的 才會有 額外多一個新生兒 如果是兩公一母 或是兩母一公 這時候都不會得到新生兒 如果你的展示區 被填滿了 這時候呢 你會立刻獲得展示區底下 所花的金錢 像這個填滿就會得到兩塊 這個填滿會得到一塊 這個最大的填滿 不會有錢 如果你是用交換的方式填滿 你也會得不到錢 當袋子裡面的正方形紙板抽完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抽 紅色圓片底下 這些紙板 當抽他在紙板的時候呢 意味著這個遊戲是最後一輪了 當這一輪結束 遊戲就結束 然後就開始計分 你的動物園裡面呢 每一個展示區 上面都會有寫分數 會有兩個數字 如果你的展示區是被填滿的 你會得到 比較大的數字 那如果你缺一格 你就得到小的數字 如果你缺兩格或以上 你就得不到分數 但是如果你旁邊 有攤位 他會讓你 每一分的動物 每一隻都一分 再來呢 你的園區裡面 每一個種類的攤販 每一種兩分 是算種類 這兩個同一種 你也只能算兩分 倉庫裡面的攤販 每一種扣兩分 倉庫裡面的動物 每一種扣兩分 一樣都是算種類 所以呢 這裡有兩隻大象 也是扣兩分 一隻星星 也是扣兩分 這裡的分數 全部加總呢 分數最高人就獲勝 如果平手 就是錢最多的人獲勝 那如果還是平手 那我們就共享勝利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介紹的遊戲 動物園大亨 如果有遊戲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